适合 媳妇 其实我这一辈子就是教别人走路的 大家不知道我是在健身房训练了30年 老年人不提倡又得用 你不经常运动人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是王德顺老头 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时尚老人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时尚 我没有追求时尚 我也不跟随时尚 我行我素 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我从50岁开始进的健身房 今年81岁了 演了十年雅剧 后来又演十年活雕塑 活雕塑就是需要你有肌肉 你身上如果没有肌肉的话 不像一个雕塑 你就必须把肌肉练起来 你经常运动的人在这 三朵腾弩 都特别快 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就是你天生就爱动它 天生就爱玩 所以我基本算是一个老顽童吧 你超过80岁老人 在外边排戏时间长了 除了几个月没看这小孙女了 我就实在是受不了 这就是家庭一种其乐融融的一种感觉吧 我有一种潜意识 就是不给儿女添麻烦 可是我现在这个阶段还在工作 谢谢主位 我的生活有这样的状态归结于我的运动 运动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让我们生活有了追求有了希望 具体把材料加入菜 童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